昨天吴秀波出鬼门女主被抓了之后,网络上的舆论一边倒,全都在喷吴秀波,大骂吴秀波帮脸无情,纷纷同情女主,白白给人做了七年保姆。 但是在出鬼门女主陈玉琳的那条A波下面,也有网友指责陈玉琳的父母,对女儿管教不严,纷纷怀疑陈玉琳父母这种作为的动机。 事情发酵了一天,今早有记者在机场拍到了吴秀波。 据说吴秀波看到记者之后,不慌不忙,一点都不焦虑,看到镜头也不躲避,完全不像是出鬼门的当事人,把脑恨事办定。 吴秀波当天穿着一身浑色的运动服,戴着黑色帽子和口罩,和助女一行人在机场停车场找车。 近距离看,吴秀波两边的头发全卖了,皮肤暗淡五官,虽然看不到吴秀波的表情,但是从吴秀波的动作看来,是不慌不乱,冷静得很。 正面还能看到吴秀波的眼睛有点肿,不知道是不是没化妆的缘故,网友看。 但吴秀波现在的状态都说他很像老人,虽然很担定可也没精神,都说吴秀波一夜之间成了老年人。 其实看吴秀波以前的照片就知道,吴秀波本来就两并斑白,只是这次加上事情的打击, 精神状态没有以前那么好是肯定的。 而且吴秀波感的是早班机,大清早的就要起床,状态不好也能理解了。 吴秀波被说状态不好,而女主陈玉琳这边,也爆出了很多猛料。 有人翻出陈玉琳爱上的照片,发现陈玉琳的私生活竟然极其奢侈,整天环游世界,用了十几万个名牌包包,佩戴世界名表。 竟然还有私人飞机,哪只出游都是乘坐私人飞机出游。 社交圈也是令人发折,她竟然认识很多伪秘超模,什么堂堂,GG,她都有他们的亲密合影。 简直不敢相信,陈玉琳的这样的生活状态,有网友嘲笑地说,满身名牌满手相钻,怎么可能给吴秀波做伯母? 不管是不是真,呃,陈玉琳这私生活,确实挺让人吃惊的。 优优独播放